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飞 如果我问你 马来西亚的中文YouTuber 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他们第一个印象会说 哦 屁孩哦 因为他做的东西都是同一类的 做一些很屁很屁很屁的事情 但是他view很高 不是每个人这样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厉害 做content的人 所以我想要改变这些东西 yoyo what up 大家好 我是Fashion Boy 今天我要带你去 看看我的世界 Yay Lego 以我现在的频道 我现在是做这个Fashion Boy 是一个Fashion Channel Fashion Lifestyle 但是我觉得 真正要Label的话 应该是在追梦 因为很多东西在这个Fashion 它不只是穿搭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我这次Fashion Boy这个Channel 已经是我第四次做YouTube 在这其余的三次 我都是跟人家一起去创立一个Channel 每一次我都没有办法 可以做到我自己要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 我觉得大家的目标和方向不一样 所以我就只好自己出来做我自己要做的东西 如果我问你 马来西亚中文YouTuber 你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我觉得我问了很多人 他们第一个印象会说 噢屁孩哦 因为大家做的东西都同一类的 要么就是 吵架 要么就是 搞绯闻 要么就是 prank 要么就是 做一些很屁很屁很屁的事情 但是它又很高 这东西我相信不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是从台湾那边开始的 马来西亚中文圈的YouTuber 就是复制台湾的YouTuber 所以我想要改变这东西 不是每个人这样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厉害做content的人 很用心做content 很quality content的东西 现在带你们来 MW Studio Rekhsorgan的Temporary Studio Anybody home? What up, bro? What up? Yeah,我们终于来了 Welcome over 来,我们的 小小的工作室 Mini Tars Mini Tars Yeah 所有的蜜蜜全部在这边 我们的择头包 我们的Rekhsorgan的新东西 Everything is here, brother! OK,来 It's time to work 其实之前从Fashion Boy成立到现在为止 所有做的东西它都是一个 一个Map MMM Studio 是其中一部的 它还不是一个终点 那么MM Studio 卖的是我自己的设计 我的理想 也是程序会 一开始做这个频道的第一个节目 我们叫18进实验室 然后MMM Studio 卖的东西将会比较多 会是18进实验室的一些东西 把它变成actual product 那个我们有车吗 那么两下这个是多少 OK,0.5 没有,我想过后 因为我过到Mona Lissau 也好 那个Build Build Build 也好 全部叫0.5 很多人问什么是MMM Studio 其实MMM Studio 有一个 Fool的名字叫 MJ Made Me 有一个空格 然后空格就叫你 Fill in the blank MJ Made Me 其实是我 影响了你做某一件事情 是什么 所以我的衣服一开始 MJ Made Me 是有一个空格给你去写的 然后MMM Studio 的 tagline 叫Fill in the blank 这个是我本身的思想 也是MMM Studio 想要走的路 很多人以为 一个人 好不好看是通过穿衣服 其实不是 我觉得 实际上不是一和酷 而是你的生活态度 让你变得很酷 你的生活如果不美 你不可能可以穿的美 因为不符合 其实Fashion Boy 这个东西不是要教人家 怎样穿 因为我不觉得我自己 很会穿 我是刚好会把我自己 弄得好看 所以在我不同的系列里面 其实每个想要传达的 一个东西是 你不一定需要某某东西 来把你自己弄美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 去把自己弄美 所以所谓的美 它不是一个表面上的美 是一个概念 认同主要美 所以我整天会讲 称了几拳之龙 称不起大的龙 我觉得那个道理是在于 如果你本身都不是 那一个东西的话 你不可能可以称托出来的 You're not GD 就是不要去跟风 就是不要去跟风 反而是填补 现在缺乏的东西 做没有人敢做的东西 然后你就是引领潮流的人 所以我常常讲 潮流是留给有钱人玩的 我们就负责引领潮流 其实 我并没有很享受当YouTuber 毕竟一直以来 我的兴趣不是拍片 而且我在建的 也不是一个频道 而是一艘船 这艘船叫梦想成真号 YouTube就是大海 我的频道就是船 从它起航的那一天开始 身边的人几乎都不看好 在等着看笑话 可是到了2018年 奇迹却发生了 我收入了很多船员 陪我一起去完成了 各种不可能的任务 如果你是一开始 就跟着我的船员 你一定会知道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我曾经告诉过你们 我想要做的事情 当然之后还有一些 是我还会告诉你们的 如今却一一做到了 然后很多人问我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嗯 依然是那句 角龙得云语 中飞吃中午 我很喜欢一句话 你不必急着去完成你的梦想 你只要不断靠近就好了 那的确YouTube没有让我赚到很多钱 因为那个是我的选择 我选择不去跟着规则玩 因为我知道迟早会被玩玩 所以 为什么不可以玩自己的玩具 不管是做什么都好 问问你自己 为了什么而做 我 我想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icon 不管你是小飞仙 我希望你们从我的影片 我的频道 找到勇气 去追梦 祝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答应个你想当的人 And hopefully one day, you will also be the beacon of light in someone else's darkness So, rule number one, fill in the blank So, rule number one, fill in the blank